餐飲宴競爭真的是相當激烈 我們來看到在信義區這邊有便當店 說打造成太空艙的樣子 裡頭有滿滿的星際元素 那另外搭上了偽出國的熱潮 還有咖啡廳是鼠打2D漫畫風格 將整座的機場都搬到店裡頭 有登機門機艙還有飛機餐都有 但您先讀為快 拿著這張迷你登機證 我們準備登機了 GO 走進登機門 滿滿黑白設計 彷彿掉入2D溢次元空間 一個個行李箱還有蘇送袋 都打造得栩栩如生 宛如將整座機場搬進咖啡廳裡 滿滿航空素材網美網帥拍照拍不停 再來看看食物利用鋁箔紙包覆 還有小方格此碗分裝 就像整套飛機餐一樣 比那個飛機餐好吃 像出國 其實這類咖啡廳在韓國十分火紅 臺韓比一餅黑白線條滿滿塗鴉風格 設計精緻別有巧思 臺灣還搭上未出國熱潮 還未正式營運就引起關注 主要是因為我本身是飛機米這樣 然後我也是曾經想考上即時 對 但也不幸沒有考上 當然在未來的話 我會預期一個月的營業額至少有兩百萬以上 另外在新衣街頭一顆隕石造景映入眼簾 究竟葫蘆裡賣什麼藥 走進透明簾滿滿金屬色系 宛如進入無重力的太空艙 不說您可能不知道 日裡可是便當店 盒子外觀設計前衛食物方面細小塊狀 宛如分子料理 飲料也使用壓縮包裝 滿滿新技元素 餐飲業競爭激烈 業者們大玩創意 機艙 太空艙樣樣來 吸引消費者眼球成功製造話題 記者方俊桓 楊宗燕台北報導